轻薄平滑的机身加上宽大萤幕 仿佛iPhone分身 谷歌力拼手机事业 这次怒砸11亿美金 约33亿台币买下宏达电 也是第三次又对手机业动了心 谷歌并购硬体生产业不是第一次 2012年以125亿美元买下Motorola 但不到三年时间就转卖出去 2014年又拿出32亿美元 买下家电制造商Nest Labs 但执行长却在2016年走人 Motorola这件事情 我觉得Google他们死力上没有死到很多力 因为现在互联网大家都爱推广推广 可是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做到 导入到每一个家庭里面 谷歌2016年成立一挺部门 推出第一只智慧手机Pixel 这次更跨一步拥有自己的生产线 多位外国分析师表示 买下宏达电将强化谷歌 未来手机产品的制造能力 也说谷歌此举是为Pixel买一个未来 他当然希望他可以跟苹果一样 自己的原生系统可以 像iOS可以推广得非常好 大家习惯他 目标是苹果 想搭上手机龙头 谷歌亮亮外形有了 做出区隔性的内部软体是关键 Google未来会把哪些的最新的功能 放在他自己的原生手机里面 这个才是大家要去关注的地方 如果这些地方都没有所谓的创新的话 你手机做得漂亮 不见得消费者会买单 谷歌购入宏达电原手机梦 但能不能在市场上生存下去 也要看消费者买不买单 东森财经新闻 李仲祥 刘子腾 台北采访报道 我家想把这个说明了 我家想把这个顺便讨访 我家想把这个eg语达改给规刷 我家想把这个顺便提过 我家想把这个顺便推广 你不要ros了